主料,猪颈肉1.5斤,主料,叉烧酱2汤匙,蚝油1汤匙,生抽1汤匙,胡椒粉,辣椒粉,花椒粉,孜然粉,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,猪颈肉1.5斤 一,将猪颈肉洗净浴干水分后,用刀改刀成长跳状,越小调节节省时间越烤得透,太大就比较浪费时间 二,叫叉烧酱2汤匙,蚝油1汤匙,生抽1汤匙加入,再随意撒些胡椒粉,辣椒粉,孜然粉,花椒粉,确实是随意撒的 量无需多,其实只是巧味,并不会吃着觉得辣过麻,但味道会更丰富 三,拌匀,然后放入宝鲜盒中,入冰箱腌制,一天以上,我觉得腌两天更入味 四,腌好后,把肉小排在烤网上 五,烤网放中层,底下要变个烤盘铺上西纸,来接油200度烤一小时左右 要多观察,肉小条就烤的时间短一些 鸡尖要翻面一两次,刷上胭脂,烤得越干就越香 但不要讨糊了,哦,六,烤好后,只处心晾凉一下再切,以免烫手 我是快乐的切肉供,一边切来一边吃,烹饪技巧 条类方面可以尽情发挥哈,以前我就犯了太单一的毛病了 现在发现什么都扔点进去,味道就好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